这是什么比赛?林丹加尔联赛朝主盘申诉 认为自己被误判了,难道兵才眼神就这么不好吗? 这是什么比赛?居然让林丹如此愤怒 要拿起球盘打韩国的主角联李毛嘴里还抱着出口 这是2008年的韩国公开赛 这时候的林丹正值生涯最盯峰时刻 而他的对手是韩国一哥李逊一 在体育领域,韩国主场的黑幕可谓是臭名远昭 这一次的林丹也未能见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场鱼毛球史上最大的黑幕比赛 在说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个人的差距有多大吧 李逊一第一局看上去还是4比2领先 但是接下来就没他啥事了 这个地方呢 因为比较明显呢 就是开局打到现在呢 他就还没全速去打的 那么他有很多时候呢 都未必是有机会是可以拿到个进攻机会 领导打去也并非没有礼貌的人操网了就立马伸手示意 这个时候的林丹是颠覆林丹说实话谁来都不好使的 防守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而是李逊一打得着急 首先一定要速度要加强一点 果然呢就现在是将速度快了 但是在进攻和速度加强之余呢 也都是要想想想想方法 林丹面的这种选手都不需要去进攻的 就是慢慢控球就可以轻松拿捏 最后李逊一的下网 林丹打了一波19比0 轻松拿下第一局 这样的差距你相信李逊一能赞上领导吗 哇 这些这样的一场面真是细古不到啊 第一局是这么大比数落后 第二局开局竟然是可以领先 是很难打很难追的了 完全是出人意表的成绩啊 那么不过 可以说要松的话呢 可以前面松 但是去到这个最后阶段呢 你松其实是很危险的 随时可以三两下手势呢 就可以被对手是可以偷鸡拿到一局 那么刚才那个分呢 应该落回李逊一的身上啊 李逊一现在是0.1分 第二局比赛林丹上来1.9落后 但是他用自己强大的个人能力追到了18平 这个时候裁判就出来发力了 这个时候裁判就出来发力了 李逊一这个回球我们这种画质都明显可以看出世界外 但是边才的手势是立马指了一下底线 这球林丹就不爽了 立马跟主裁申诉 我们在慢镜头可以看出确实是界外球 主裁也最终完成了改判 但是这种判法对选手的心态影响是非常大的 临丹并不是无理取劳的选手 像这个球其实也是非常极限的一球 但是林丹知道压下来就没有任何的抱怨 最后林轩一确实也是非常争气的一个批杀拿下第二局比赛 双方来到决胜局 结设局上来裁判立马又是长期了 林轩一这个披杀出界比起上一个误判还要更加明显 而裁判立马也是很强的 再次判罚的戒例 林丹立马进行申诉 不过好在主裁也立马进行了改判 其实这两个球 李轩一在自己加分被扣 居然没有任何的抱怨就可以看出 他知道自己误判了 林丹也是撤击继续追分 现在双方球员都进入状态 但是林丹都仍然是不肯去积极去主动去找机会去攻 林丹这曲也是非常霸气 欲望的出界 直接看都不看走向场外 很难控制的角度 都这么贴的勾对角 不得不成了 李轩一这场比赛打的确实上好 不然谁来帮也没用 像这种勾对角连林丹都防不住 第三抽屋盘就可以看出边踩多离谱了 这个明显的压线球 直接判保际挖 主差都看不下去 林丹还没有申诉 立马行立着Coreighting in 把比分解论过来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 在长篇看比赛的人士 最后双方会有得分 比分来到17比17 最后关键时刻 李轩一出现15 非常明显的接力球 林丹拧下来2分 林丹的跳杀拿到2个赛点 但是比赛高手的部分就正式开始了 林丹的match point 总参1分 林丹就可以取得 林丹非常出色的方法 骗过了林丹 林丹的接外球 林丹直接追平了比分 可以说几度的起局 甚至一度反超 林丹随即一个暴击的跳杀 继继续追平 而这个球最大的误判就来了 大家有拉平花 看到林丹是强波 林丹一杀直线的出界 但是底线裁判立马 是一戒类球 我们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 是很明显的戒外球 而且林丹并没有挡住 底线裁判的视线 这些我觉得正常人都看得出戒类戒外 林丹也是非常不满 经营胜数 但是由于是关键分 加上韩国主场主裁判 也不敢再进行改判了 这个时候 韩国的教练李毛就出来露出林丹 甚至推了中国教练一把 这样本来一肚子火的林丹更加不满 看到李毛嚣张的样子 垃圾球派就要揍李毛 嘴里还喊着国吹 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 林丹是听到李毛说了什么 才彻底愤怒准备去打人的 这一幕也成为了林丹生涯的黑历史 由于是决赛 所以林丹也是继续比赛 如果不是误判 林丹这球得手后 已经拿下冠军 但是心态彻底混乱的林丹 接连出现失误 就这样目搜李轩益拿到韩国公开赛冠军 而输球后的林丹也是友好潮对手拥抱 显然他是对视不对能 一场比赛连续四次误判 甚至决胜局就出现了三次 坏谁来都受不了 就算有营业回报都不够林丹用 你们觉得这样的裁判黑吗 好 好 好